环境教育不只是保护环境 更重要的是找回我们和生活的连结 哈喽大家好 我是Leslie环境教育工作室的创办人 我叫嘉宜 Leslie她其实就是一个 在做环境教育的一个社会企业 Bring这个意思呢 它其实就是重新然后重复的意思 那我们搭配这个名字呢 就是希望它可以让更多人一起 重新的跟大自然连结 然后我们再用不同的行动 例如说reduce减少垃圾 或者是repeat reconnect 跟大自然跟生活 重新再做连结的一个意思 环境教育呢 它其实就像一般的教育的一个过程 那它主要呢 就是运用不同的方法 然后去让大家呢 重新的跟自然做连结 然后最后呢 可以去解决现在 或者是未来的一个环境问题 跟大自然跟环境可以和谐的共处 大家好 我是钟佳怡 约定你今年10月14日 TEDx资长接连会 我们很想见你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